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尹章在 生意肯定好 那可不 来 你茶带酒 来 好了 尹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咱们三个竟然决定留在东京了 那把月季留在前堂总不是个办法 而且呢 徐之洲的那封信 本来啊 早就该送去了 就算是这样 他也不应该一个人去教坊啊 那是个什么地方啊 鱼龙混杂的 你谁都不认识 你以为跟教坊室讨人情 是这么简单的事啊 你知道怎么应对吗 知道怎么和人打点人情吗 我懂 我买了龙咸香 送给教坊室 离那些不正经的人都远远的 我还谈了一手西凉舟 把所有人都惊住了 教坊里 没有人会对我怎么样 因为我现在已经转好级了 我现在是琵琶色的教头了 脱级的事情 我已经任命了 可其他事 我不想任命 顾副使那天的话点醒了我 潘儿姐 不单您想保护我 我也想保护你 只要我进了教坊 只要像张好好那样 得到了官家的夸赞 高佳就不会再对我们怎么样了 我是只会谈皮吧 可我不是什么都不懂 我也服侍过前王太妃 去过官府宴席 哥继门是怎么应酬人的 我也知道个七八分 教坊每个月还有俸入给我 这些钱 够咱们请两个杂工了吧 我只是不想你们这么累 不想你们总照顾我 对不起 尹章 这次是姐姐错了 好了 来 坐下 尹章啊 能想得这么周全 我们该高兴才是 要是子方也能像她 如果不是因为傅心贵傅子方 不是因为那个欧阳旭周舍 我们三个怎么会落到 今天这个田地 咱们三个怎么都这么傻 别提了 咱们现在不也挺好吗 是挺好的 这世上总还有个巴好男人的 你 我 尹章也别愁眉苦脸啊 你现在是教头娘子 一举一动 得庄重些 你去教坊也是好事 这样呢 你可以带一些同僚啊 弟子啊 来帮衬我们生理 我们今天查方生意都不太好 愁死 怎么突然不好了 昨天不还有很多人吗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一时一时的 说不定跟学堂休目 还有下雨有关呢 说不定明天就好了 我明天就去查方帮忙 好 有尹章在 生意肯定好 那可不 来 比茶带酒 干 我 高兴高兴 今天啊 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好 走 来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